接下來香港就即將會有一個新的旅遊景點 去吸引不少的遊客會來到香港玩的 不知道到時除了旅客來訪港的數字上升之外 這個酒店入住率應該都會繼續上升 香港又有新景點了 坐落於全球第四高 又是全港最高建築物的觀景台 在星期日就會正式對我開放了 這個全港最高的觀景台有393米高 比台北的101大樓觀景台還要高3米 其實未上觀景台之前 在入口二樓 你會見到一個貫穿兩層樓的大型立體投射裝置 它將香港人過去數十年的住屋 娛樂、交通等生活演變重演眼前 這條時光隧道在左右兩邊 分別勾出香港島 和九龍半島兩岸地標建築物的變化 大家可以一睹香港過去數十年的繁華景象 這條時光隧道由香港1858年的地標建築變化 講到今時今日 有港版清明上河圖的感覺 走完二樓的時光隧道 現在立刻搭升降機上一百樓 不知道又要多久呢 不要以為由二樓上到一百樓可能要很久 其實只需要六十秒就到了 出了升降機再走前一點 你會發現一個地下發光模型 它展示了一些我們熟悉的香港地標位置 落足眼力你可能會找到自己在哪裡 上到一百樓可以360度看到香港的景色 而在近窗位置的小型燈箱 還會以實景對照顯示出主要地標的建築 講到明可以360度看完香港的景色 即是東南西北都有東西值得留意 在東面你可以飽覽維多利亞港的全貌之外 還可以看到紅磡和尖沙咀的地標性建築 而南面就有中上環流軟面貌 西面就有香港海陸空交通的大型基建 最後北面還可以看到整個九龍半島的全貌 但是如果像我們今天這樣 這個景不是看得那麼清楚的話 大家可以用它們特製望遠鏡的晴天模式 看看能見到較高的預錄影像 維港日出和日落景色都可以透過這個望遠鏡看著